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具有使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绘画平台 这些图是我刚刚画出来的 那么这上面还有一排这种相应的AI工具 这些AI工具可以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二次处理 比方这个第一个,它可以对图片的局部进行一个重绘 那么这个对图片进行放大 这个对背景进行移除,口图 那么这个可以去移除这个图片上的任意一个元素 这些功能都是我们经常使用到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功能 它这个都集成到一起了 我们使用前来非常方便,可以看作PS的一个替代品 当然它这个平台呢,它首先呢提供了很多的模型可以下载 大家可以看这边模型还是挺多的 如果有你喜欢的模型呢,可以下载试用一下 不过它这个模型呢,有一些分类 一部分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另一部分的话,只能在线去使用 那我们今天呢,就拿这个回源模型给大家做个演示 这边好像有两个回源模型 咱们就拿这个吧 然后呢,我们直接点那个执行模型 它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直接去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图 这个是我之前拿这个红圆模型跑出来的 那么这个红圆模型拿来画这个二次元 或者是带有这种科幻风格的这种图 还有这种画这种怪物的 那么整体的效果确实还可以 然后呢,我们来画一些图 然后呢,画完图之后呢 我们用这些工具呢,来做一些相应的处理 这些东西呢,就先把它移一下 它这个下面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画布 然后你按住这个控格键,可以左右拖动 之前画过的东西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保留 所以是可以取用,这个功能设计的非常棒 然后呢,我们来打一些文字,然后来绘画 那么它这个因为是混圆模型啊,这是中文 所以我们用中文来输入 这边的话,随便输入几个词 我们来出图跑一下 大家最需要注意就是,你在跑图的时候呢 这个边起码有一个应该是大约1024的 要不然的话,出图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那么我这边的话,就多跑两张图 这个过程呢,就直接跳过了 这边是我们跑出来的所有的图 大家可以看一眼 总的来说,效果还不错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上面几个功能怎么使用 表示第一个,局部重绘,我们来找张图 就这个吧,然后点一下这个局部重绘这个按钮 这边它会自动进行一些分割检测,分割物体 这样的话就分割完毕了 大家看,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鼠标 去选择你要重绘的部分 表示这边有朵花 两朵花,我们选两朵,把它进行一个重绘 这边保持不要动,然后呢,我们来直接点这个按钮 稍微等一下 现在已经开始重绘了,看一下结果 这个是它原来的图 我们这样拉过去的时候 大家发现这两朵花进行了一个重绘 重绘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第二个也是,它把两朵花给抹了一朵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这就是第一个功能,然后我们看别的 第二个功能是高级放大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选择任意一张 然后点这个按钮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放大倍数 倍数越高可能消耗就越大 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从你的电脑里面拖一张上来 比方我们选择这个,把它直接拉上来 大家看这个图就上来了 这个非常方便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 还是点这个放大,咱们简单点就放大一倍 这个那么稍等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放大之后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好,那么这个就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再来找一个图,我们找这个 然后来看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移除背景 点一下,大家看这个抠图的结果呢,确实是没有任何毛病 非常的好 那么假如说大家做完之后的这个图需要保留的话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咱们刚才这个已经经过了高级放大 但是这个图没有弄出来,那么怎么弄呢 这个点一下这个图 咱们刚才是点这个 这不是刚才这个图吗 它给做了保留啊 这功能非常的好 后面有个按钮,点一下 那么它又会把你这个处理之后的图呢 发送到这个画布里面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该下载下载或者该处理处理啊 然后呢,还有些什么功能 这功能比较有用啊 就是用来做移除画面元素的 咱们找一个吧 就这个吧 这边有一个水晶 咱们给它去掉 那么选中图片,点一下 这边可以框选,然后把这个去掉 点这个移除 去掉了 然后这个,然后就给它去掉 去除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使用起来的确实比较方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图片进行裁剪 比如说我们要裁剪一张图片 拖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要这个头 敲一下回车键 它这功能可能不是很常用 然后其他的这两个我试列一下 怎么说呢 因为它还是这种私用版的功能 这效果不是很 不是太理想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给它做演示 然后呢,这个是扩图嘛 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把它直接拉出来 直接运行 点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一个例子 待会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扩图之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它这个扩图有一些小问题 大家看前面这一张扩图 它这就比较扩图了这个 它这个应该叫重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只扩一个边 那么出图结果是正常的 这样的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同时扩两个边的话 比方说你拉成这样 那么最终出来就这个样子 所以它这个测试版的工具呢 确实不是很完美 这两个工具都有点问题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那么它前面这几个工具确实比较好用 所以我们这个绘画创作呢 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 整体来说这个工具确实不错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那么这个工具打个8分还是可以的 确实是使用起来非常的流畅 然后也非常的方便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试试 剩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活动 这边官方这边 它跟腾讯官方这边呢 合作了一个这样的有奖活动 它不是针对所有人啊 它这个参与的话需要一定条件 就是说你需要拥有两个账号 一个是这个平台的账号 另外一个是这个SASA那边的账号 然后呢你还需要汇作模型 因为它针对的是模型创作者 那么你符合两个条件的话 你可以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啊 详细的看一下它这个说明 这个我就不去详细介绍了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制作一个 混员模型 这个混员模型呢会给你奖金 这个奖金是按照你这个C站这边的粉丝数 然后来的啊 当然就是你的粉丝数越多 得到的奖金越多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与一下 这个地址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 好我们今天内容就这些 大家拜拜